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年里我付出了很多 但是他的行为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白费 我真的很累 他明明对我那么好 为什么还要和我分手呢 我今天来希望他能够和我和好 我真的不想和他分手 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未来 阻碍在我们前面的困难太多了 理智告诉我 我们不应该继续走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王先生41岁来自河北职员 周女士25岁来自河北职员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怎么认识的啊 王先生和他 交友软件上面认识的 交友软件 对 里边有个群 我们在群里边认识的 然后我加好友 聊天 然后出来吃饭什么的 慢慢的完了我都开始追求他 然后他都统一了 然后再一起 谈了多久啊 一年多了吧 今天来这儿是因为什么呀 他一直要求跟我复合我 我跟他分手了 分手了 对 分手多久了 分手一个多月了 您提出来了 我 您要跟人复合啊 对 我是来要跟人复合的 为什么分手啊 因为就是有一次 我们两个去外边吃饭 他去洗手间 正好手机就是放我旁边的 来一个提示 我都点开看了一下 好气馍 我一看是个小男生 跟他聊天 聊得挺多 然后还不止这一个小男生 好几个 然后就说那个聊天软件吧 就是本身 我们就在那上面认识的 然后就是我就想着 他跟我在一起吧 肯定是说 咱是凑合的 就是以后 想找到一个更好的 要把我换掉 我现在挺不踏实的 也挺没有安全感 我都想着 要跟他分开 但是我对他挺好的 他对我这样 我都感觉挺对不起我 等于说您发现 您现在的女朋友 跟其他的男生 还在聊天 对 还挺多 那这个聊天 您看到的就是 很正常的聊天内容呢 还是说这个聊天 跟正常的异性之间聊天 就不太一样 聊天内容倒没什么 但是都我都想 我们那时候开始 也都聊点生会吧 也不会聊感情上的事 所以您觉得 这苗头不好 对 对 赶紧就跑 是吧 对 主持人不是像他 说的那样的 其实也没有聊一些 不该聊的 他总是就是 不太相信我 你听刚才这个王相 他说聊天的内容 都很正常 但是你们不就是 那么聊上的吗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是担心嘛 为什么要复合呢 分开有一个 躲晕了吗 就是感觉 自己这话 还是说离不开他吧 特别想念他 离不开是指 情感上面有寄托是吧 就是我对他 产生一种依赖吧 就是对我太好了那种 怎么对您好呢 就是包括出去 给我主动买东西 有一些小惊喜呀 特别宠着我 我以为这些事 得都忘了呢 我以前对他真的特别好 我都付出太多了 我也没要过索取 都没想过要索取什么 都是一味的付出 比方说 初见吃饭 看见也什么的 从来没让他还过钱 但是我感觉也正常 谈恋爱嘛 对吧 男生花点钱也很正常 对吧 包括吃东西 把好的留给他吃 吃胖鲜 我把这个肉晃都给他 我都啃个攀爪爪 他上班那地方 中午吃饭也不太方便 我挺心疼他的 给他送饭 但是都说 他还挺调食 每天送饭是吧 中午都去 自己做的还是点的外卖 开始点外卖 都是点外卖 他还挺调食 就爱吃那个干锅土 的饭跟那个 椒儿一米 然后这两道菜 还是挺难做 然后我都想办法学吧 学会了给他做 然后他唱一座办公室 颈椎还不太好 老疼还偷晕 我都想着 找这边去 是推那按摩的 那意思是说 送完饭 那吃半斤 还给他按摩是吗 当然有休息区 吃完饭 我都说在休息区的沙发上 就是给他按颈椎上的 我感觉对他挺好的 天冷的时候 每次出去 我都每天在包 就准备点暖宝宝 看他穿的少了 我都给他铁上脸 就是怕他冻着吧 他跟照顾孩子一样 但是这件事吧 都挺多挺多的 我感觉我付出挺多的 我也未得到过啥 但是我都想着对他好 喜欢他跟我的爱情 感情上是一心一意的 没想到他做这件事 我都接受不了 我方便问问嘛 就是以前结过婚吗 结过婚 这谈了一年多 他的父母知道 你们之间的关系吗 知道 什么态度啊 都是开始肯定会反对啊 可是后来都是说考验我吧 都是不怎么反对的 但是也没特别同意 您周围的朋友 对您这个女朋友 和对你们的关系怎么看 多数都是反对 都说你找个这么年轻的 也不会照顾人 对吧 都是说你还挺累的 都是劝我找个岁数大点的 能够相互照顾的 就是踏实过日子那种 就让我实际一点 这意思 那你们这次分手了一个多月 在这个一个多月期间 还有联系吗 我给他打电话 他一直没接 今天来的目的是 就是想跟他复合是吧 对 刚才你用了一个就是 叫依靠 他是个依靠是吧 对 那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 喜欢他什么呢 这个反正我们要这么一听吧 我也会喜欢你说 每天中午给送饭 然后还给按摩 冷了还知道给你贴暖宝宝 这感觉太好了 就是因为这些吗 不是 但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吧 就是给我的感觉 就是特别稳重 踏实 我就感觉跟他在一起 就是那种安全感 就别人给不了 说白了就是 他让你觉得挺安全的 是吧 对 但是我跟你在一起 我没有安全感 你如果说不希望 我去有这些聊天 软件之类的 我完全可以删掉 现在只要是 能回到我身边 什么都可以 当初认识他之后吧 我倒立马就删了 我感觉已经认识他了 对吧 好好在一起吧 立马就删了 然后我希望他也删 他说过点时间吧 我说也行 对吧 您怎么这次 这么大的决心啊 我感觉 我这对他这么好的说 我也不求什么 对吧 就说他 能踏实地跟我在一起 但是他没给我这种感觉 我都感觉他肯定是 想找个好的 把我欢乐 就是这种感觉 主持人我真没有这么想 是在聊 但是真的没有聊一些 这个暧昧的东西 他刚才讲了一堆 在你们一年多的 交往过程当中 他为你做的事情啊 你回忆一下 在这一年多当中 你为他做过什么 包括他下班晚的时候吧 就是我们下班之后 就是会看个电影啊 吃个饭啊 然后我都会等他 特别特别晚 就是不管多晚的时候 我都会去等 因为只要是下班 能看见他 然后我就感觉特别开心 特别幸福 就是等待 是你为他做的一件事 是吧 对 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就是想 以后就是嫁给他嘛 然后在一起 就是享受这种甜蜜幸福 所以今天来你是想 让我们帮你劝说他 对 我今天是来 主要是想跟他复合的 复合之后呢 就结婚了 我有这个打算 老王招提结婚吗 招提 因为我岁数也不小了 离婚时间也挺唱的 这谈了一年 说分就分了 就是这个事 我心里一直想梦白 我对他这么好 都说他这么对我 我想不通 现在 这可咋整啊 你非要合 是吧 就是有一句话 说得好吗 就是分开之后 才知道对方的优点 知道他的好 不是 他的好是什么呀 就是包括 之前给我送饭呀 因为他总在坚持 你看有的送饭 就没有送那么长时间 就是我们在一起 一年多了 他一直坚持给我送饭 然后总是把最好的 留给我 然后总带我出去 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 他总就是 带着我出去玩 所以他对你 基本上用一个词 叫投其所好 你喜欢什么 他就给你什么 对吧 对 因为他真的 特别宠着我 他以后要给不了呢 想过吗 我想不会吧 就是 我都感觉 我还在 曾经在那种 就是一直宠着我 关着我 对 他总有天 他宠不动你嘛 因为他毕竟 比你大那么多岁嘛 咱们从那些 那以后 以后我可以 就是学着做饭 然后学着做家务 可以照顾他 行 就要是人家老王 就坚定分手 你能接受吗 我不管怎么样 我会尽我自己 最大的努力 去挽回这段感情 行吧 你们看看 这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卷 我先说女生吧 其实在刚才 你在描述 之前你们分手 那件事情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地方 我并没有认为 你真的懂他 当时的伤心和难过 因为他刚才 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看到 有别的男人 在跟他发信息 而且还是同样的 我们交友网站上 联系到的男生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真的两个恋人 很真心地相恋 并且才一年时间 非常的甜蜜地在一起 他怎么可能会有 那么多无聊的时间 去跟别的异性聊天呢 那一定是 他们感情当中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才会导致这样 那这种不好的事情 有可能 他给到你的 并不是真的你想要的 或者你想要的 他还没有真正给到 所以才会导致 你还要通过跟别人聊天 去打发无聊的时光 你想恋人之间在一起 现在我们说 除了上下班时间 恋人在一起 也就那撑死了 四五个小时 你居然还有 那么多的无聊时光 需要跟别人聊天去打发 那至少说明 他其实并没有 真正满足到 你想要的那一个男人 他对你好 给你做饭 不舒服了 给你按摩 好像我听到的 就是一个爸爸做的事情 爸爸会跟女儿说 这个东西好吃 我给你吃 爸爸也会跟姑娘说 说这个是你喜欢的 我买给你 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 你们两个人 有恋人之间的那种激情 所以姑娘 你要想清楚 你到底想要跟什么样的男人 谈恋爱结婚 如果仅仅想 只是找一个照顾你的人 那这个不叫恋爱 好的爱情 好的婚姻 它一定是需要 彼此互相地给予对方 而且最重要的 对于好的婚姻来讲 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元素 叫忠诚 你已经背离了你们的爱情 因为你无聊了嘛 你需要找别人来去排解 那你何苦还要再要回他来呢 你想想 你要回他的原因 无非就是他之前对你的好 但不代表未来 他还要给到你 所以姑娘 你想清楚 你想要的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 不要盲目地认为 对方给你的 暂时的好 你就认为 那就是你未来 全部的一片天 那其实对于王先生来讲 也是一样的 你们两个人都需要想清楚 未来如果结婚 特别是你的二次婚姻 你想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你能给掉别人什么 你又需要别人为你做什么 否则的话 你只是暂时追了一个女孩 你把她娶回家门过后 你依然给不了 她真的想要的 也许那一段婚姻 又可能会导致离婚 所以各自反思吧 但是我今天想要劝姑娘的是 你想要的男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是你一直没有搞清楚 所以才会去跟别人去聊天 所以你们好好想清楚 再来做决定 现在很多小女孩 不知道为什么 就爱得很骄纵 感觉对方做的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的 就你站在这儿说 她以前对我怎么样 送饭啊 按摩啊 一切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姑娘 我跟你说一件事 所有的好 都是有代价的 只不过有时候 有些人把这些代价 他想要的东西 藏在心里面不说出来 你以为是没有代价 其实是有的 你看他是有底线的嘛 为什么会交纵呢 可能是选了 比自己大十几岁的男人 然后就觉得 你看我连你比我大 我都不在乎 所以你欠我 多少少会有一些这样的心思 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比我小岁 我还对你好一点 对吧 错了 错在哪 你爱上一个比你大的男人 是你的选择 不是你的付出 懂这意思吗 这不是你的心神 这是你的选择嘛 是你自己选的 所以 他不欠你的 你们两个人还是平等 你现在是因为 他对你特别好 所以你要挽回他 对吧 对 是 我跟你说吧 为了一个人对自己的好 而要去挽回他 这不是爱 这是公主病 为什么呢 因为我需要一个骑士 所以你不能走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是不是 因为我需要这份 对我的好 所以我要挽回你 这不是爱 老王 我觉得你也不要 觉得自己 你看 我就知道怎么怎么样 我以前对你怎么怎么样 那是你自愿的 对吗 他也不欠你的 我建议你们 看清对方 看清自己 姑娘 我教你一个 当你什么时候的时候 你才真的爱上他了 当你看着他的时候 就由衷地喜悦 而不是因为他对我的好 就看着他就 哎呀 这人怎么那么可爱呢 由衷地开心的时候 你才真的爱上他了 而不是在想着 我今天没有人给我按摩了 所以看清自己 看清对方 谢谢 女生 你可能以为说过去一年 他对你的种种体贴 是爱你 让你体会到了 从来没有过的温存 包容 温暖 所以你说 哎呀 我想嫁给他 因为他踏实稳重 但是你也需要青春活力 也需要分享和交流 这就是你为什么 跟他谈恋爱之后 还会去交友软件 跟年轻男孩子聊天的原因 因为你跟他 得不到你需求的 这些交流 这些分享 他给不了你 所以要想清楚 自己想要的感情是什么 先生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在交友软件上 跟这个小姑娘聊天的时候 你就应该清楚地知道 他能够承受的情感 他能够接受的生活方式 你宠了他一年 你现在戛然而止 真的是因为他和男孩子聊天 你就那么地晴天霹雳一般地 就跟他分手吗 如果你真爱她 是不会就这么戛然而止的 你只不过是就是过了 你开始理智地思考了 有这样一个小女孩不适合我 我将来要跟她成家 她承担不起责任 你一年前不知道啊 我理解你想要找一份感情的迫切 但我希望毕竟我们年龄在这里 在你下一次进入恋爱 进入婚姻之前 想清楚 自己要的条件是什么 你心里明明是有的 我要找的是一个 能够跟我共同承担风雨的女人 那就不要再招惹小姑娘 好不好 谢谢 你一定想过 如果有一个年轻男生 能像他一样对你好 如果还能帅一点 就完美 想过这事吗 之前的时候想过 想过啊 想得多吗 就是后来对我真的特别好 然后就没有那种想法了 就想跟他在一起好好的 你要是想得不多的话 你怎么会跟年轻小伙子聊天呢 你还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场景 就你四五十了 他六七十了 你可能那时那刻照顾他 要比这时这刻 他照顾你还要付出的多 想过吗 没想过 那你好好想想 你扪心自问 你爱的到底是他 还是他对你的好 都爱吧 那你爱他本人什么呢 稳重踏实 因为我觉得就是找一个年轻的 没有他对我好 我说除了好之外 你爱他什么 稳重踏实 年轻的就没有稳重踏实 如果他要是真的稳重踏实的话 他怎么又会突然离你而去呢 他为什么不能包容你呢 所以 其实年龄的差距搁在这 生旅的差距搁在这 如果你要爱一个人对你的好 那你首先想想 他为什么要对你好 其实他对你的好是随时可以收回的 他对你的好属于他自己 不属于你 他下次再碰上一个女生 一样可以对他这么好 所以这种好别无二致 他的好是可以随时收回的 所以请你永远记住这句话 只有一个人真正爱你 他对你的好是难以收回的 是覆水难收的 好吗 谢谢老师 你想找个年轻的嘛 是可以理解的 但你要找一个年轻的 你也得想清楚一个问题 他是不是能跟你过日子 他喜欢跟年轻男生聊天 那恰恰是你给不了他的共同话题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 我要是跟他在一起 我要是年轻一点都好 你想过这种事吗 想不到 那你再想想你当初年轻的时候 跟你的前妻在一起 是什么样的感受 时光错过了就不可挽回 今时今日你就是你今天的这个样子 所以你对他所有的好 当你需要他报答的时候 请你直白地说出来 而不要突然在某一天 搬出你的月法三章说 不行 其实你以前在对他好的时候 我相信他也有不耐烦的时候 但那个时候你并没有跟他说 我对你这么好 其实我也希望你同样的队伍 你肯定没有这样说过 然后你突然一股脑袋你拎出来 你让人还债 所以年龄是搁在这儿的 差距是搁在这儿的 虽然彼此并没有碰上对方最好的年华 但是至少可以坦诚地告诉他 我的需求 就这个 把老师们的话归结在一起 无外乎于是这么几点 请两位记住 女生 想要什么样的未来 想清楚 为了要这份未来要付出什么 人生都是这样 有舍有德嘛 舍得得了吗 跟了他之后 以后你可能在街上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都会吃醋 他可能都会跟你发大脾气 受得了吗 老王也得想 真的娶回家以后 可能真的就是在街上看到小伙子这样 受得了吗 我没有质疑说你们爱不爱 我只是想说 如果你们还想继续 你们都想清楚 一起进入真情流什么样 我还是挺 就是怀念月来的时候 我希望咱俩都能够好好珍惜 我还是愿意想跟你在一起 因为我这次来的目的主要都是 想要咱俩复合 其实这段时间吧 我知道他挺不好过的 但是我心里比他还不好受呢 都是说我挺放不下他的 我们在一起挺不容易的 真的 但是我心里的坎儿 也是不太好过去 就是让我想一想吧 行吗 女生放的是一束向日葵啊 王先生放的是一张纸条 来说说吧 女生先说你这个吧 他之前跟我说过 他是我的太阳 我是他的向日葵 向日葵离不开太阳 所以说我离不开他 我希望你永远做我的太阳 那是啥记忆啊 就是我写了张纸条给他 因为我感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吧 就是一直是我在付出 我也没得到过什么 就是说 还没得到什么呀 而且我都这么想的吧 他说我本来是分手来的 没什么东西可遛给他了 那向日葵天天向着你啊 这阴着天头都搭下来了 你还没得到什么 但是来这之前我是这么想的 行 那那纸条我能看一眼吗 能 我实在想不出来 你之前为我做过什么 爱没爱你啊 吃你饭的时候你开不开心啊 开心 你绒肩膀的时候人家是享受的 你自己乐不乐呀 乐 行吧 回吧 两位 谢谢 请关门 看结果吧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各位请见证 谢谢两位啊 祝你们开心啊 请回 请回 谢谢 谢谢 请回 希望他们开心快乐 来 表姐下一句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张先生 23岁来自河北销售 王女士 22岁来自河北销售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说的爱情要历经磨难 是吧 磨难吗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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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多久了 大概一年了吧 怎么认识她呀 通过一次朋友聚会 哦 谁追的谁呀 我先追着她 追了多久啊 追了也只有一个月左右吧 追的时候并不磨难 是吧 对 在一起了磨难了啊 说说你是怎么磨难的 说说你是怎么考验她的 好不好 谁先说 就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嘛 他就表现得挺任性的 后来吧 越来对我是各种刁难 都刁难了啊 开始有些小脾气也挺正常的嘛 可是后来不仅在我面前这样 在我父母面前也是一副 天大地大 他最大的样子 哦 您说事好不好 我们两个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我家呢 离公司比较近 他是租的房子比较远 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要求我每天接送他上下班 有时候反正官方天气下雨的时候 我就省去折政的时间 把他带到我家住 每次他去我家的时候 我父母都是飞行周折 辛苦半天做一大桌子 才变成花样的 可他有时候可能不太合他胃口 他一口不在吃的 我不想吃 非逼着我吃干嘛呀 我不想吃 在屋子里待着多好啊 不是 他们在吃饭 你在屋里待着 还是你坐在餐桌上陪着他们待着 那我在餐桌上我又不想吃 我坐在那儿 筷子一动不动的更不好吧 还不是不去吃那样 对吧 那你就吃两口呗 我不想吃啊 别让老人家辛苦 坐了半天对吧 那我就是不想吃 你再不给我妈面子 让她怎么下台呀 对吧 让她多为难呢 我就是不想吃 她非说我刁难她 行 然后后来没有办法 我和我妈妈解释说 她身体不舒服 然后后来夹了点菜 给她端到屋子里装着样子 为了我妈 那她吃没吃 最后还是我吃了 她没吃 还真有性格啊 姑娘 你说她总和我妈对着干 吃一些吃不着的醋 有一次周末 我开车带我妈她两个出去买东西 我妈这个人呢 平常容易运车 然后我就说 妈您开窗户吧 通通风 然后当时她就又不乐意了 这为啥呀 那我那天早上就跟她说了 我昨晚没睡好 脖子落枕了 那大冬天那一开窗 我脖子受风了 多难受呀 是 是 你落枕了 脖子不能受风 可是我妈也运车呀 毕竟老人家 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吗 你关心你妈 我理解 那我呢 那我就不难受了是吗 你不能考虑考虑我吗 当时就吵得这火吵天的 我母亲为了为难我 当时就说不用开了 不用开了 到最后还是没开嘛 那要是不是你妈在中间打圆场的话 这窗户就开了呀 那我脖子就快受风了 就难受了 是 你脖子受风 这个可能是我考虑不周到 然后还有一次 对对对 这事怎么就你考虑不周到了呢 因为她脖子落枕嘛 不能受风 妈妈那天还晕车吗 对 还是对 就跟我妈晕车了 然后还有一次 等等 没完呢 这事 笑得特别灿烂啊 胜利了啊 没有 就是落枕了 就是难受嘛 那老人家难受吗 那是她一开始跟我说 说什么 要把我放在第一位置的 那你真把自己当第一了 这个可能是我考虑不周 她脖子落枕了 还你考虑不周呢 你确实考虑不周 你往下说吧 我的天 来 你说我妈就有一次吃东西 她都不乐意 我妈听她们老同事说 说现在年轻人都吃榴莲嘛 吃榴莲 闻着臭 吃着香 然后当时我就叫外卖定了一个 她当时就是又不满意了 谁不满意 我女朋友 不满意啥 妈宝南呀 她妈前点说想吃后点就买 这不是妈宝南吗 这么听话 这听话不应该吗 前点说想吃后点就买了 我网上都说这妈宝南不能嫁 现在就这样 结婚以后怎么办呀 青天吵架还得 我怎么就妈宝南了呢 对吧 我买个榴莲 咱三个一起吃 这怎么能就能定义为妈宝南呢 这不太无理取道了吗 当时就跟你闹了 对 当时甩着脸子给我妈看 最后我妈也没吃 哎呀 还乐呢 真骄傲 我没有 你看这个男朋友给你拿的是吧 这都没什么 然后有一次吧 还没什么的 你倒是没什么 接着说 有一次我们大家情聚会 我带着女朋友一起去的 我有个表妹呢 从小关系就很好 这次见面呢 多聊了会儿 一回头介绍 就是拉着脸子 那换谁谁高兴啊 你把我晾在那儿 跟你表妹聊得热火朝天的 你想过我没呀 我多尴尬呀 然后来在饭庄吃饭 那么多家人长辈 喝打打招呼 她就低着头吃饭 也挨打不理的 你这样让我 跟我妈多为难呢 都没面子呀 那你怎么没有考虑过我呢 你把我晾在那的时候呢 那我多尴尬呀 你都没有考虑我 为谁要顾及你的面子呢 是你带我去的吧 你就以我为中心就应该 忍了 就忍了这次 然后还有一次 更奇葩的是 莫名其妙的 就不开心生气 然后我怎么问怎么问 也不告诉我为什么 然后后来 她闹着情绪 连锤带打的 跟我说 昨天晚上多梦梦到我 和别女人待起了 不要她了 你好意思说 那不都是因为 你平时对我关心不够吗 你要是多关心我一点 多爱我一点 我会做这样的梦吗 我刚时气的都要炸了 那她要提出跟你分手 好不好 行吗 可以吗 就最近吧 最近我父母和我说 说我们两个在一起 时间也不短了 如果我说真的爱她 喜欢她 就把日子定一下吧 然后我说行 回头我和她一商量 我说什么时候 让我见一下你的父母 可她呢 当时都给我拒绝了 我心里真的太难受了 拒绝你啥 就不带你见呗 对对对 有理由吗 理由特别多 需要我经过她的种种磨难 不能考验 还要考验啥呀 肯定不行呗 你说我带你去见我父母了 那打来的事就定了80%了 爱情是需要经历磨难的 你还没有通过层层关卡呢 要历经9981难才行 行行行 你看她现在经历了几难呀 我和她谈个脸 好像曲轻一样你说 啥时候带人见你父母啊 因为我们俩就好了一年多 我想就是再时间长一点 就打算再过一年半载这样的 那您今天来这儿干嘛呢 我就是想知道 我为啥现在让我感觉 我在她心里没那么重要 你觉得呢 我感觉也没什么呀 你今天为啥来 我就是觉得吧 我对她各种的包容 各种理解她 可她对我呢 一点都不理解我 然后在我家 在我父母面前也是那样 你不能收敛一下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还怎么坚持下去了 太难了 那就放弃呗 想过放弃吗 没有 还是要坚持的是吧 对 平常女朋友对你好吗 对我呢也就可以吧 我主要是接受不了她在我家 我就问对你你怎么样 对待我父母面前 那种无理解到 对你怎么样 说白了就是 你现在还跟她在一起 是因为什么 开始觉得她长得挺漂亮的 然后性格好 每成小 越交往时间越长了 本性就暴露了 可是毕竟有感情嘛 毕竟在一起几年了 行 听明白了 女生是不是还觉得特委屈呢 你委屈什么呀 你能说说吗 那你开始追我的时候 说得那么好 说啥了 是她说又把我放在第一位了 行 你也信了是吧 现在她把你放在第一位了吗 有的时候没有 什么时候没有啊 就是刚才说要开窗户的事 她妈要是不阻拦 肯定窗户就开了吧 哎呀 你家里面就你一个吗 不是 你家里老几啊 老大 下面是弟弟还是妹妹啊 弟弟 你在家敢跟你妈这样吗 也没有过这样 他们都对我也挺好的 都宠着你啊 因为家里就我一个闺女嘛 他们知道你谈恋爱了吗 知道我谈恋爱 但是没有就是 挺详细地给她介绍过 为啥不呢 我就想时间再长一点再介绍嘛 所以她是你结婚的对象吗 那得看她表现咯 好吧 来 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吧 这姑娘呀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接着问你最后那句话 你说还要看她表现 没几点 我今天会教训 她的姐妹 veteran是我们的 我今天也认为 我还真没太远 那。 我还是我们的 我今天聊天 就需要有点误独播 有点误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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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做个好姑娘 做自己本本分分 应该做的事 好吗 谢谢 其实一切都是必然 她在家里 父母一直是顺着自己的 她当然想找一个折腾自己的 要不然的话 她的人生是无趣的 所以从她父母 纵容她的那一天起 就注定了 将来不光要受儿子的气 还要受儿媳妇的气 你有很多追求者吧 为什么找她呢 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 选择的是她呢 我喜欢踏实 踏实 我看是顺从 听话 不过你想想一下看 迟早一天你也会烦她的 那个人啊 越顺着自己的人 越不容易珍惜 越是腻着自己的人 她越是喜欢跟她来上几回合 她如果一直顺从你顺从惯了 总有一天你也喜欢一个来折腾你的 对于男生来说 宠自己的女人不是错 也没什么丢面子的 但至少有一点 她得尊重自己的母亲 母亲爱了你二十多年 因为你 因为给你面子 在那个车上人气吞声 你难道一点感触都没有 你关了房间 你怎么样都无所谓 但是 当你们三个人共同存在 这两个女人共同存在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母亲 一点点尊严 如果这点尊严 你都不能给母亲 你这点骨气都没有的话 你迟早有一天会被她甩了 因为在她的眼里 你不是男朋友 只是一个受她使唤的一个随从而已 你得不到她的珍惜 你还渴望跟她举暗齐眉吗 不可能的 听明白了没有 就这个 一个爱情没有困难就没有困难吧 正常去谈嘛 为什么要追求有困难 要搞磨难呢 一年的磨难都经过之后 一辈子它就不变了吗 怎么可能 换别的男人 一件事两件事 到第二件事的时候已经分手了 你还打算那么做啊 如果你在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你人生的问题 不是爱情的问题 兄弟 这都蒙人 你还有什么忍不了的呀 你爱情里面有底线吗 你告诉我 可能是我对她太重要了 你有底线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条 去吧 手机啊 女生为什么把这手机当成记忆 放在里头呢 那是一个手机壳 是用我们俩的一张照片 定做的 那张照片是我们在海边拍的 当时她就跟我说 我一回永远对你好的 如果哪天对你不好了 你就把我提到海里去 就是当时你说的事业 你还记得吗 行 你那个是什么呀 气死我了 这个呢 我希望她从鸡蛋里把这骨头拔出来 我感觉她现在对我的状态呢 就像鸡蛋里挑骨头一样 各种为难我刁难我 无理取闹 这还叫鸡蛋里挑骨头啊 我答应对你好 不意味着你就有权利 伤害我周边的所有人呢 这是个什么逻辑啊 行 你们俩就回去吧 来 请关门 看他们俩的选择吧 请开门 你以后能稍微尊重点长辈吗 孩子 有请小花童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请见证 来 来 咱们干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姑娘 你先跟阿姨道个歉吧 你说阿姨我过去不懂事 做的不对 以后改 好不好 要不然就是气出内伤了 来 来 来 阿姨 以前是个不懂事 以后我不会再那样了 行 行 行 这还好点 来 来 来 关起门来 它可以做你的一切 门打开还有外人的时候 保持正常的社交该有的东西 好吗 两位 谢谢你们请回吧 最后还要说 如果你们成长了 希望你们能够回看 这段历史的时候 能够明白你们确实错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男朋友刚在一起不到一年 他对我还挺好的 但是呢 他家庭条件非常好 而我们家比他家差很多 我一直没敢带他回家见我的父母 他曾说过 不在乎我们家有没有钱 但是我觉得门当户队很重要 我现在压力很大 不知道还该不该跟他继续交往了 门当户队很重要 但是三观相投更重要 贫富差距只是其中的一项指标而已 我想你应该更关注一下 其他方面是否相投 祝你幸福吧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